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在一個性別平等的這樣的一個架構 性別教育的架構底下 他所談的這個情感教育 我一直在想他的詩情系則裡頭 同志教育性教育跟情感教育 到底姓平在這個架構底下 他到底要談什麼樣的一個情感教育呢 那我後來稍微去了解了一下 他們所謂的情感教育的內容之後 其實我要提出一個看法 就是說他到底談的是關心教育還是情感教育 所以我這個TBT叫做是情感教育還是關心教育 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我的專業就是性教育 這個性教育呢我們所談的一個性教育呢 它是一種叫全人的性教育 我今天大概沒有太多的時間跟大家談 什麼叫做全人的性教育 因為今天我們會把很多的重點放在 關機這個面向上來看 sexuality呢是這個英文的這個名稱 我們把它翻成性的全部 或叫全人的性 可是把它放在性教育的這樣的一個名字的結合來說呢 我想全人性教育會是一個比較好的TBT 就是我們的sexuality 就是我們是一個sexual病 我們是一個有性衝動的人 大部分的人大概有這個性的欲望跟衝動 進入青春集之後呢 我們會開始想要找一個喜歡的人來建立一個關係 然後人的衝動呢 影響到他的生活的各個層面 這個就是一個人性的全部 那對於這個人的性的全部呢 我們要怎麼樣一個教導呢 那我從這個大學的時候 我的老師葉韓文 他對於這個什麼是性教育 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解釋 他說這是一個發揚人性 支持美滿家庭生活 並對自己的性行為負責任的教育 它的內涵包括生理心理社會等各個層面 要學習如何成為一個男人或女人的教育 也是個品格教育 人性教育 人愛的教育 這個就是重點了 性教育是什麼呢 剛剛我們提到人格品格 是在我們的性教育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 性教育是一個人格型素的教育 它是一個型素品格的一個過程 它同時才是愛的教育 或人性教育 我就是說性教育 其實它教的是一個愛的教育 因為它教的是一個親密關係 而這個親密關係需要是健康的 然後性教育也是一個品格型素的過程 那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不是只教性知識 我們也非常重要的需要 把這個價值觀交給大家 同時能夠把這個能力交出來 我們懂了很多的知識 我們也知道 或許也知道 有些價值觀是重要的 那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大概價值所謂的價值多元 剛剛詹教授有提到 在我們這麼多的愛情的各種觀點來看 到底怎麼樣才能夠讓我們走在一個健康的路上 那對於我們的這個小學中學的教育 我們會有一些比較特定的想法 有了這樣的價值觀之後 你要如何把這個價值觀體現 還有什麼需要能力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性教育的一個整體的圖像 也就是說它是一種關係的教育 它不是只談性欲望這件事情 然後非常重要的是在我們這個教學過程中 我們需要把價值觀去把它交出來 那有了這個價值觀之後 我們更需要一個能夠把這個價值體現的能力 我常常講性教育都是帶著價值觀的 在我們的教科書裡頭我們談到墮胎 談到墮胎的時候 通常我們課文都會提到優生保健法 這個優生保健法會提醒所有的這些年輕人 什麼時候不能墮胎 這個優生保健法 比如說六個月三個月有這樣的一個講究 但是你知道嗎 如果即便是密醫在三個月以後 他都不願意跟你墮胎 好 因為三個月之後這個胎兒會形成 當你告訴你的學生 為什麼三個月以後不能墮胎 他有兩個價值觀在這樣一個教導的後面 第一個價值觀就是你告訴小孩子 如果你要墮胎請你把握黃金三個月 黃金三個月就是 這個三個月就是你的黃金時期 你一定要把握這個時候墮胎 另外一個價值觀是告訴這個孩子 生命非常的可貴 對 一個受精卵的結合之後 在六個禮拜七個禮拜 他就可以開始看到他的心跳 然後他的這個循環系統就已經在形成了 因為循環系統一定要很快形成了 因為那個血液疼能夠去輸送給他 這個很多都一直分裂的細胞 這樣分裂的細胞能夠獲得癢症 所以他其實在三個月的時候 他基本上他有一個成型 這就是一個生命 所以在這樣的價值觀 在這樣的教學後 他有兩種價值觀 第一個就是 墮胎請把握黃金三個月 你想要墮胎沒關係 你就去這個時候你要小心 另外一個價值觀是告訴孩子 你要 要在這個處理你的性的關係時候要小心 因為他就是一個生命 為什麼三個月 連密遺都不願意幫你墮胎 第一個傷害母體 第二個他就是生命 所以呢 性教育一定帶回家 當我們在教學過程當中 這可以這樣做嗎 他講清楚 不然孩子們就會一直在思考 他到底 你要我做什麼 你就要保險套 是希望 是告訴我說 欸這就是 性行為要安全一點 你就是要再保險套 你去做很多性行為都無所謂 你跟十個八個一百個都沒關係 只要再想保險套 還是說呢 如果等有一天 你真的需要有性行為的時候 那麼你知道怎麼樣保護自己 這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方向 這常常很多在性教育的現場 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好 那什麼是健康的親密關係呢 他就是表達愛與關懷與善意 並且我們其他一個關係是 長期穩定和終身 剛剛這個詹老師有提到 在關係裡頭的付出 在關係裡頭的犧牲 怎麼樣才能夠願意為對方付出 願意為對方犧牲 這個關係它是一個長期的 當然在親子關係裡頭 有一分是這個血緣的關係 那有一分是這個親戴跟自戴的關係 所以一個長期穩定而終身的關係 是我們在健康的親密關係裡頭 希望能夠叫孩子去建立的 好 那性教育的目標 我在這邊沒辦法講到太多 為什麼要我們性教育 要設這樣的目標 他有兩個目標 一個是消極的目標 防出世 這些負面的東西我們通通都不要 防止青少女懷孕 不要有性病 不可以性侵和性騷擾 這個東西都是我們需要預防的 它的積極目的是什麼 為著為孩子負能 讓孩子呢 有個真摯的能夠有 知道怎麼有的互動 能夠具有真摯的友誼 有意義的愛情以及美好的家人關係 那這個性教育是一個為孩子負能的過程 這就是關係了 所以關係是性教育的脈絡 性教育是一個叫做健康的親密關係 所以性教育不是把它跟關係分開來談 所以關係是性教育裡面的非常重要的脈絡 因為人一生都活在關係裡 剛我們出生的時候 我們認識了親情 我們的爸爸媽媽 我們是他的孩子 漸漸的呢 我們開始有同伴的時候 我們認識了友情 我們開始有同才了 然後呢進入青春期之前之後 那段時間我們會開始有喜歡的人 我們開始認識愛情 然後我們想要找一個人 能夠來愛自己 跟他約會 然後呢可能呢 我們進入婚姻 我們開始擇偶 然後如果呢 我們呢沒有這麼幸運 沒有辦法立刻找到一個跟自己 可以結婚的人 我們可能就會分手 或是拒絕別人的要求 那後面進入婚姻 後面家庭 雖然是剛剛 這個不是每個人都會進入婚姻了 有這個婚姻 也不一定每個人都有一個 這個家庭是有小孩的 那後面呢我們有特別 再去化分他的過程 但是你看人 就在這個關係裡頭 而性教育是要在這個關係裡頭去思考 比如說在親情裡頭 他有一些界限的問題 友情也有界限的問題 在愛情裡頭的性的思考是最多的 好 在約會的時候等等 好 關係教育是在性教育裡頭 是這樣子來思考關係教育的脈絡 好 那關係就需要技巧了 那我們怎麼樣去教孩子有關於關係的技巧呢 我們教孩子怎麼建立關係 怎麼維繫關係 怎麼處理關係 當關係要結束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來去處理這個關係 我們在這個健康教育裡頭 所謂的生活技能融入教學 這個生活技能是什麼 大概稍微介紹一下就好 因為畢竟大家都是健康教育的老師 可是我覺得這個觀念其實非常的重要 等一下我會提到英國他的性教育 我們最近的轉變 也是把生活技能放在一個非常大的重點裡頭 他是一組生活性的能力 他就是這個能力 一組有助於這個WHO 有助於適應以及正向行為的這個能力 使每個人可以有效處理跟應付 每日生活中各樣的要求和挑戰 那各位有沒有很好奇到底什麼是生活技能 我開始聽到生活技能的時候 想想說生活技能是什麼 是不是就教你怎麼擦桌子 就都要教你怎麼樣做蠟燭 不是這樣子 生活技能是社會清理能力 在WHO裡頭 我們要能夠你看看他的定義 有助於適應以及正向行為的能力 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到非常多的挑戰 我們每天都要做很多的決定 如果我們具有這些能力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樣有效處理 跟應付每日的生活中的各樣要求和挑戰 我們的孩子需要從小學這些東西 這是一個帶著走的能力 從小中被他也許這個家庭教育也許是 我們現在社會教育誰也不太期待 我們現在社會教育是亂七八糟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們學校教育是目前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期待的 人與人的健康經驗 人與社會的自己 人自己就是你怎麼樣 適應跟自我管理的能力 包括你如何自我覺察 如何目標設定 如何自我監控 如何情緒調節 如何抗氧能力 剛剛前面兩位教授所提到的人格養成 那性教育它也是一個人格行速的過程 透過這些能力以及價值觀的教導 去行速它一個比較健康的人格 而這個人格是會審慎思考的 特別是在青春期的青少年成長的過程當中 通常大腦還在發展 當它的連結在很快速去做連結的時候 我們給它一個思考的能力 教它如何思考 教它如何自我覺察 如何情緒調節 如何抗氧 如何自我監控 並且呢 在人與人的這個關係能力裡面 我們教它怎麼樣去做一個有效的溝通 怎麼協商 怎麼拒絕 怎麼同力 怎麼與人合作 怎麼去做長逸做倡導 那在人跟環境方面 如果去處理你所遇到的問題 這個能力方面呢 我們教它怎麼做決定 怎麼做問題解決 怎麼批判性的思考 這是我們在教育的現場呢 可以教給孩子一個帶著走的能力 除了英文、數學、物理、化學 這一些學科之外 進教育它就是一個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就是生活能力的培養 不是教你怎麼去做這個吃的喝的 不是這樣子 而是培養你 從人格的學術去培養你一個帶著走的能力 就是生活技能最重要的 它所提出來的東西 好 那另外呢 就是所謂的素養 那各位如果是國小老師的話 大概現在呢 12年國教你免不了 你一定要知道素養的東西 那素養是什麼 我們在教學的時候 會透過這樣的一些案例去教孩子 比如說 阿芳跟妮妮交往三個多月 在為慶祝在一起一個一百天 阿芳準備了驚喜的慶祝活動 他們約在KTV唱歌 買了美味的蛋糕 吃完蛋糕後呢 阿芳開始撫摸妮妮的肩頸 並要求發生性行為 妮妮感覺不太舒服 並且不喜歡這麼親密的舉動 他推開阿芳清楚的告訴他 他覺得兩個人還不適合發生性行為 因為他不想要有壓力跟負擔 可是阿芳表示說 阿芳就是要全部都給對方想 跟對方分享 他無保佑 你明明不知道如何說服他 只要趕快離開 但要擔心阿芳不愛他 好 這是孩子們日常生活中 他如果開始談戀愛的時候 他可能會遇到的 性的這個 要不要進一步 要不要進一步 如果你是危險情人的話 即可你可以透過一些案例 去了解對方哪一些行為特質 他可能將來會造成 你在欺憾出一種退暴 好素養就是農民 包括知識態度跟這個行為 好 我們透過案例 像這個我們教的是拒絕的技能 在這裡 我們會透過 我打圈圈起來的是 跟性教育比較有關係的六大技能 123456 把六個技能 這個問題解決做決定法 看誰一個 跟性教育有關大概有六個技能 好 我們就透過案例 為什麼要透過案例 如果你上課只是跟他講這些東西 結束之後那個叫知識 他來到他的日常生活中的時候 他會完全不知道怎麼處理 我給各位講一個案例 我們現在有時間我們快的講了 因為後面 我還有多久 那還可以 好 我跟大家講一個案例 非常有趣 一個孩子如果你在教學過程中 你不用案例去來教 老師教他自己的 教完了之後 學生記得考試也會 那個叫知識 可是真的能夠用在生活中的時候 那個叫素養 素養需要透過案例去思考 而這個案例是跟他日常生活有關的 有一年我有一個計畫 我到山上去 到那個一個原住民的一個伯活區 我去訪問那時候我三個女學生 那是一個女孩子的focus group 教練團體 我的主題是性侵害性騷擾 是性騷擾 性騷擾 好 那我就問這些小女孩說 你們知道什麼叫性騷擾嗎 這些國三的小女孩 氣嘴巴說通通都知道 那原住民的地區 一個他們學校做得蠻不錯的 一定是從國一 就叫到國三 每年大概會講什麼叫性騷擾 所以他們都很清楚 老師我知道啊 講黃色笑話 如果有人用那個寫短黃色短信給你 那些那些A片 通通都是性騷擾 我說那你好棒 然後我接下來問他說 那請問你有沒有人用LINE 那個邀請你加好友啊 他說有啊有啊 常常都會有這些LINE加好友 好 那我就問他說 那請問你會不會加呢 他說 欸我要考慮看看 哦那考慮什麼東西啊 那如果他是女生的話 他用了測試看漂亮的女生的話 我就加 各位覺得有沒有什麼問題在這裡 如果這個LINE是一個女生 王小花 而且是一個漂亮的女生 頭髮長長白白的 穿著很美的衣服 那我就嫁 如果他是男生的話 我就不嫁 因為這是一個女孩子Focus Group 請問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問一下我們 好 你們知道什麼問題 好 他知道我們自己回答了 好 你確定這是一個漂亮的女生 我說你確定來邀請你的 這是一個漂亮的女生 當場每個人都臉色慘白 忽然間發現有可能後面是一個大叔 對不對 好 信心和信招勞教育教了三年 因為我們是國塞 真正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沒有能力決定 因為那不是他的素養 好 所以我們就會利用這些案例來處理 像這個是我們在做的網路交流的時候 我們會做的一個案例 這個是 比如說兩位學員 就是我們的阿齊跟阿喬 談談 阿齊在IG跟FB上有許多個人自拍照 很疑似男友視角 這個叫男友視角 阿喬總是必積極的追求阿齊 阿喬是個男的 沒有男朋友嗎 這張好像男友視角 我現在好棒 然後後來這個男的去跟這個女生 要了生活照 後來又要了比較漂亮的照片 最後呢 這個女生就開始一直常常期待這個男生 來跟他要跟他互動的話 就是個網友 阿齊發現自己跟阿喬幾次聊天後 越來越不能沒有他 怕他不再關注自己 因此給他幾張落照 但是沒有漏點 那我好想 我們約見年 我們約見年好嗎 好 可是呢 不然就是阿喬就開始搞失蹤 這叫預情互蹤 那阿齊其實會很希望阿喬能夠繼續關注自己 那是不是要跟他見面 在這樣的一個互動過程中 請你全出你會開始感覺怪怪的有風險的地方 這是教孩子如何批判性的思考 在每一個跟網友互問的過程中 教他變成一個比較理智的人 去思考每一個階段 他就會哪裡怪怪的 為什麼怪怪的 小孩子基本上都有一些能力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每個孩子能力不一樣 因為我實際帶過這個活動 每個孩子的能力確實是不但一樣 好 這就是案例型的 透過這個過程去培養孩子的能力 好 那我稍微提一下我們的教學方法 那你們這些人看情感教育 我常常覺得我自己如果來去看那個 目前這個性命平等 他們所結構出來的情感教育的時候 我真的很想想提取這一個 沒有其他教育只有關係教育 為什麼呢 在英國他們的性教育 以前叫性與關係教育 叫Sex and Relationship Education 2019年的時候呢 他們有個新的名字 Relationship放在前面了 Relationship and Sex Education 也就是在國小國中 青少年的這個階段 他們強調的是更強調的是 健康關係的核心重要性 因為他們發現 在特別是這個網路的時代 他們的這個很多的像這些問題 在他們2000年的這個版 都是沒有處理的 像這些問題 知情統一的問題 心理健康的問題 不原力的問題 視靈視性的教育內涵問題 網路安全的問題 色情簡訊 網路心優惑 心口課等等這些內容 在那個2000年的這個版 當中都沒有什麼提到的 所以希望2019年的時候 他們能夠著重在關係 國小如何建立健康的關係 注意網路安全 國中更深度的了解 健康的成年人的成年關係 性教育在這個版國下交道 你看他們也跟我們所結構的說法 是相同的 他認為性應該在官期的脈絡底下 一個成年人的關係裡面去思考 A.R.M.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接下來呢 我們就有注意到 在一個這個性別平等的教育中的情感教育 談了一個東西叫做會有愛 這會有愛是什麼東西 我就稍微花了點時間 好我發現為什麼他們叫情感教育 因為這裡只講情感沒有關係 不注重關係的這樣的教育 叫做愛是這個會有愛 美國的社會學校19... 不是1922年 1922年 1992年 1992年 我怎麼會寫成1922 我現在開始很confused 到底是1992還是1922 好應該是1992年的時候了 他提出了一個會流愛 因為他認為在他觀察這個科技變換的這個時代 人們訊息是不是都很短暫什麼快閃啊 什麼你現在還知道那個吳棍阿伯嗎 不知道 才15年前吳棍阿伯就已經不紅了 所以像這種這種非常短暫的 短暫的這種訊息是一種短暫的存在 人們也常常簽名的時候 人們開始喜好短暫的片段的附隨的意識的東西 所以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變成浮光瑞瑞 所以有一種愛情就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出現了 這個呢它是一種呢 所謂的看雙方是否都有滿意的所謂的純粹關係 這個pivor range不是純真的關係 是純粹關係的只看兩個人的 只關係目前的滿意度沒有關係的目標 關係的持續以後完全來看雙方是否有感到滿意 如果一方不滿意的時候就可以考慮終局關係 愛有承諾 可是呢這個其實呢 它不同於一般我們所認知到的浪漫愛 所謂的愛有承諾 你知道這個是那個stember的愛情三角性 愛有承諾會有愛沒有 會有愛不談承諾 兩個人在一起 從來不是為了經營長期婚禮的關係 更不可能想說要結婚 即便結婚也不認為婚禮應該要持久 所以像這些東西通通都可以是會有愛的內容 一夜情辦禮派對各自狂歡 不會婚姻的同情關係等等 通通都可以是所謂的情感教育裡頭的愛的內容 好接下來愛有排他性能會有愛沒有 你知道我們如果愛一個人的時候 或是有緊張背叛的感覺 你愛了別人 所以愛其實有非常強的排他性 這個是兩位教授的這個專業的部分 可是我們是人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經歷過這種愛的排他性 是不是 好 可是會流愛是不限於單一的忠贈關係 它也是多人關係 包括異性跟同性 因此他不服飲真愛的排他性 當雙方或所有的人都感覺 這個關係不再滿意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解決這個關係了 為什麼 因為他必須要求在這關係 每一個人 那就再給我兩分鐘 我就可以結束 每個人都要提到個人有快樂 跟妥善結束一段 他不再感覺到關係的權利 可是這個是非常困難的 也許我可以 對方做不到 情殺就開始了 對不對 好 信的意義呢 一般浪漫我們認為性是人性中一份珍貴的禮物 而慧流愛呢 他認為性是一種可以隨手可得的需求交換 好 所以呢 慧流的愛 廉價的性 在這個慧流的愛裡頭 你的性是廉價的 慧流愛其實不是愛 然後我就很難看 我想把它拿過去好了 然後 不是 就是我 前幾天的時候 因為看就覺得很擔心 我這個東西 如果交到國中小的時候得不得了 他支持慧流的社會學高級專用字 好 越慧流越狂亂 越慧流越慧流越慧流 越慧流越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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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不注重關係的穩定 也不注重關係的承諾 更不注重關係的付出 所以後來我們常常講什麼叫心放鬆 我認為心放鬆就是這些內容 情欲流到難言皆可 隨意慧流談難斷章很好 不需負責 不必承諾不用 也不用認真 甚至可以打負各種船 輪流界限 這是一個 某一種的狀況是這裡的 好 那這個往後邊話 是我跟我研究生的一個研究 那這裡我們就不講了 好 那在這裡呢 我們要提出的還是 人會寂寞空虛 我們都需要被愛 愛是什麼 被無條件的接納 但是它有點不容易 在對方心理中 舉手為 這個就是愛的牌牙性 有人因為沒有愛 他用性想要滿足 會有愛在這個地方順便而生 可是當你呢 想要性能排解寂寞的時候 可是呢 短暫的感官自己 卻加深了虛空 我相信有非常多的人 他在不斷地追求這些性能滿足的時候 他內在的虛空是大的 當你要不斷地告訴你自己說 沒有我沒有我這是我想要 這就是我想要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呢 你真的是已經陷入混亂的瘋狂了 其實有智慧的人才知道 剛剛都有提到的 真愛 它真的是一種付時間 它需要付出 需要犧牲 好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想到這地方 謝謝大家